这是最后一讲 算是尾声版 回顾现代建筑走过的道路 既有其历史的必然 也有人为的过世 现代建筑开断于19世纪 这是一个经历天翻地覆变化的世纪 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 过去几千年一以贯之 慢悠悠的农业时代的生活模式 以启蒙运动和进化论为代表的新学说 震撼传统社会的根基 整个社会都卷入了大变革的漩涡之中 建筑界也不能信任 面对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急剧转进时 所出现的社会动荡和城市危机 一些有理想的学者和建筑家 向他们认为应当对之承担责任的 就秩序发起挑战 他们坚信启蒙主义者所宣传的 人类历史是上升的而不是下降的 他们相信包括城市和建筑在内的 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 都可以通过运用理性而争于至上 他们把消灭过去 创造未来当做自己的责任 发起了现代主义建筑实验 试图要建立一个不再有不公正 不再有黑暗的光辉城市 然而将近一百年过去 时间证明他们的想法 似乎有些天真和单纯了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极其复杂的 绝不是能够用简单的功能分区 或者技术指标就可以概括 更不存在一种模式 必然要取代另一种模式 从19世纪开始 进步就成为人类社会 最推崇的词语之一 从原道人是进步 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是进步 科技的突飞猛进更是进步 以此之间 仿佛一切后来的 都是相比先前的为进步 所有与之背道而驰的 就是落后 就应该被无情的抛弃 可是我们今天已经知道 并不是人类社会的一切发展 都体现为进步 作为整体的人类 也许在很多方面是在进步 但是作为个体的每一个人 当他生来这个世界的时候 并没有上一辈人的思想 情感与生俱来 可以作为向上进步的阶梯 知识可以后天学习 可以迅速地获得前人的积累 可是任何个人的思想 情感 道德 教养 只能够每次从临培养 在这方面 技术进步是无能为力的 所有那些 曾经在遥远的过去 启迪过感动过我们祖先的环境 在今天依然会让我们感动 依然能够担负起 培养我们性情的责任 不错呢 有许多新的东西出现了 今天呢 我们是坐在空调房里 开着电灯 使用手机电脑 记录我们的心情 而前人呢 则是在茅草屋中 摇着扇子 点着油灯 用画笔诗歌 记录他们的心情 但这只是手段的区别 而所记录的心情呢 并没有分别 所能够激发这种心情的环境 更没有本质的分别 这个环境 既包括生计勃勃的大自然 也包括我们人类 亲手打造的家园 我们的城市 我们的街道 我们的建筑 有句格言说得好 我们建造建筑 然后建筑塑造我们 在过去的几千年中 我们的祖先 在建造家园的过程中 面对不断变化的 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 一点一滴的积累经验 修正错误 不断地调整 补充丰富建设 终于能够我们留下 那么多 那么美 能够让我们 在假期挤破头 也要去游览的城市 乡村 正是在这些地方 我们可以调节 心形 用量思想 以便去创造新的科技 就像英国历史学家 霍姆斯·鲍姆说的 我们大可以 合理地利用 传统建筑的 21箱礼炮 去向革命性科技的 胜利致敬 今天我们没有理由 不去接过 静攏着前辈 智慧汗水的接力棒 没有理由 不在这根 已经传成了几千年的 接力棒上 继续注下 我们的汗水智慧 然后将它传给我们的后人 只要我们能够正视现实 正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所曾经犯过的错误 努力行动起来 让建筑 重新回到 组织和服务 城市生活的 本来面目 把资历破碎的城市 重新缝布起来 我们就能够真正走上 可以持续发展的道路 好 我就讲到这里